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兰西 很抱歉,今天鼻塞,嗓音比较沙哑,请大家包涵 上海从3月28号分区封城至今,出现种种人为的灾难 但当局还是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最近,有两篇文章在中国网络上疯传 标题分别是,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上海逝者,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上海民众最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而且盘点了封锁政策造成的荒唐事,引发了民众强烈的共鸣 与此同时,上海人也终于不忍了 多个社区的居民自行解封,网络上疯传警民冲突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些事情 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是网友摩耶夫人在微信上发表的 文章盘点了清零政策下的种种荒谬事件 文章说,现在的上海人 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 忧心忡忡地睡下 每天早上抢完菜 忐忑不安地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 接着开启一天的核酸 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 一位徒生徒长的上海居民 一个五岁孩子的爸爸 接受治疗后病情稳定的癌症患者 4月3号突然感到不适 打120去医院 在有前一天小区做过核酸报告的情况下 被要求马上进行本院的核酸报告 才可收治 他在等待的过程中离开了人世 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妈妈,你去问问医生 我的核酸报告出来了吗? 在他离去两个小时后 核酸报告出来了 阴性 一个刚出生14天的宝宝 被要求和阳性的父亲、母亲分开隔离 单独送去金山病房 孩子的奶奶试图跳上窗台 以死相逼 要求和宝宝在一起 产妇拖着孱弱的身体 发出求助信息 只是请求妈妈能和宝宝隔离在一起 让孩子吃上一口母乳 这是在阳性的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起隔离的 新闻发布会以后发生的事情 许多毗邻居民区的中小学 突然变成了方舱 居民抗议 师生恶然 很多老师的书本还在学校里面 班级里存放着学生的私人物品 甚至有的寄宿学校还住着学生 这学期还能开学吗 马上中高考了 毕业班前途何在 文章还说 今天上海大风暴雨 赶工完成的南汇方舱和高桥方舱 全都屋顶漏水 阳性病人所在的居所 纷纷遭遇被入床铺湿透 人员挨铃挨洞的惨况 更有胜者 一些方舱本就不堪的厕所 在暴雨停电停水暴房等多重压力下 粪便横流无人修理 这是方舱啊 既然把人抓来治疗 那也得当病人对待呀 为什么要让人毫无尊严 文章质问 核酸检测效果在哪里 如果我们足不出户20天 天天核酸抗原轮番座 阳性数字还在狂涨 那足不出户和天天核酸的效果又在哪 文章说 清零的代价有多大 更多的人是啥也没得吃了 众多的独居老人手道弹尽粮绝 才发出求救 要一口吃的 他们中有老教授老专家 为祖国做出过杰出贡献 也不缺钱的知识分子 结果困在2022年吃不上饭 荒不荒谬 文章还说 既然我们抗疫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老人 那这些吃不上饭 看不上病 甚至还要搭上命的老人 现状是怎么造成的 上海的一位徐女士说 当前的环境实在太恶劣 到居委会去订购粮食 20天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米 家里烧菜的油 酱油都没有了 现在买不到 在网上买食物要抢 我家的二楼被装了一扇大铁门 我这里从3月8号封到现在 文章最后质问 得阳性的人有罪吗 得阳性是故意传染的吗 无异小区是可以靠人为努力 就能做到的吗 现在匆匆忙忙赶城 下雨天使尿横飞的方舱 是能让人安心去住的吗 让小区居民怨恨不幸染上阳性的邻居 制造阳性耻感 制造重重障碍 转移矛盾到群众内部 惩罚有阳性的楼洞不解封 这不是连做赔罪制度 是什么 这篇文章引发中国网民巨大回响 在文章发出短短几个小时后 阅读量已经突破一千万人次 留言两万多条 在一些讨论区内 即使跟进评论也有十多万人点赞 有网友说 这篇文章要是被删 删的人不得好死 但是这一句评论 就有超过18万人点赞 也有网民呼吁 被官府查封前赶紧点过赞 该文一度在微信平台被删除 删除前后台阅读量超过两千万 被称为史上阅读量最高的微信公号文章 文章后来被恢复 原因未知 上海从局部封城到全封已经一个多月 被禁止外出的上海居民 苦苦等待当局解封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仍然强调 要以更坚决更果断的措施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等等 另一篇名为《上海逝者》的文章 则收录了《上海封城》以来的部分死亡案例 这篇文章多次被屏蔽 有网民不停地复制 在上载到微博上 被众多网民转发 文章写道 上海一整天都在下雨 就像这个城市在哭泣 听着外面稀稀利利的雨声 最近一个多月的《上海》 魔幻道让人不敢相信 魔幻太多 先记录一下那些逝者吧 信息太多 也只能做一个不完全记录 现有条件下 能做到每一个信息都有来源 但不是每一个都能有交叉验证 文中整理了十多个 因封城导致的悲剧 作者记载的第一人 就是3月23号 被自己的医院拒绝急诊 而上升的 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尼 截至4月12号 作者收集了13个人的去世情况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4月12号 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 钱文雄 网传他在办公室自杀 官方证实他死亡 但没说原因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 退休总编胡锡进也说 钱文雄离世 已足以令人悲痛唏嘘 这一悲剧显然加剧了 上海防疫让部分基层人员 不堪重负的印象 他还说 这两天 上海有各种令人不安的信息 和视频传到网上 他们都共同指向 是对抗疫自身悲剧和代价的 强烈不满 以及长时间风控引发的焦躁感 4月12号 网信证券副总裁 违规国脑医学 为急事救助 在家中病逝 4月11号 经济学家郎先平 98岁的母亲去世 据郎先平微博的讲述 老人有点胜衰竭 按照过去的诊断 只要打一针就好了 可是因为上海严格规定 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 老人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 竟然四个小时都没出结果 他等待了四个小时后 导致他在急诊室门口去世 4月15号 小提琴家陈顺平从楼顶跳下 自称他姐姐的用户在社媒发文说 陈顺平腹痛叫了120 但送了两家医院都不给看病 经过一夜的痛苦煎熬 绝望至极 14号留下遗书 从楼顶跳了下去 自杀身亡了 曾撰写上海市民请命书的 普通新区居民纪孝龙说 上海最近出现的很多非正常死亡案例 根本不在官方统计数据中 上海平常每天平均要做7000例手术 还有很多需要做透析的肾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 经常做化疗的人等等 医院一旦关闭 这些人怎么办 饿死的有多少 自杀的有多少 互相伤害的又有多少 在微博上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 网友铺天盖地的贴满 为老人小孩求助的帖子 截至美冬时间4月15号中午 阅读量已达8.5亿次 网友玩具来了说 上海市浦中心区要划方舱 同学外婆下午3点就被拉到这里 但是至今没人管 没有水没有饭 大家都在冷风中等 还有5岁小孩发烧的求助帮忙 有网友说 我爸爸是一位70岁的血透病人 28号进入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做核酸检测后 就一直等待 29号下午确认阳性 说是会安排去方舱医院 做血透治疗 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去24小时了 还有网友说 风控太久 宝宝快没有来粉吃了 风控前在京东买了6罐 但是没想到这么久了还没解封 孩子吃的家宝婴儿都乃粉二段 实体店买不到 所有的货都是从杭州保税仓发货的 推测有多个消息说 上海浦东新区多个社区的居民 14号下午1点左右突破封锁 其具浦东新区张江镇湘南路抗议 网传影片可以看到现场黑鸭鸭一大片人 在街上播放国歌喊口号 还有消息称 有人趁机大喊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 官方也出动大批穿着防护服的武警 拉上封锁线强行驱赶群众 有影片显示 居民与武警爆发推挤冲突 不少人大喊 警察打人了 你们这群畜生 由此可见 上海人的忍耐的确已经到了极限 海外媒体报道说 中共清零政策已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其结果可能会让所有人遭殃 中共的大规模病毒检测 隔离和风控的做法 给上亿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 把数万人送往临时搭建的隔离设施 剥夺了许多非新冠患者的就医权利 比名为肖汉的法律学者叶青 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他们不是在抗议 他们是在制造灾难 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